谢社长 两位科技业的前辈 各位投资人先进大家晚安 晚安 终于读到我了 第三阶段跟大家来分析一下我们对于美元的想法 在11月8号之前 川普当选之前 所有人都会觉得说 如果川普当选的话 美元恐怕会大崩盘 大家觉得说看起来风言风语 结果真是跌破大家的眼睛 跌破大家的眼睛还不只是川普当选 美元竟然在川普当选之后是大涨 创下近13年的新高 这个走势是跌破大家的眼睛 但我觉得更跌破大家的预期的一个点在什么地方呢 美元大涨的时候 怎么一扁到了6.95 可是新台币大家有没有发现 还在31.8左右 放来放去 几乎都没有贬值 所以很多预期都会说 如果这个资金从中国大逃算之后 人民币大扁 台湾的一个经济势力也会出来欠点 可是答案看起来是不是相反 其实刚刚谢正常点到一个非常重要的点 所以台湾是站在美国的旁边窃窃在偷笑 那为什么呢 资金如果真的开始大量的从中国撤出的话 那大家刚听到的 谢正常提到的就是说 刚开始去中国 支持中国最多的是谁 台商 那如果这些钱要从中国撤离 那第一个撤离最多的 非常有可能就是从大陆撤回到 我们这个宝岛台湾上面来 所以说从这个点 我们回头来看就是说 解释我们目前看到的一些奇奇怪怪的现代 因为我想不弱 反而还特别的走强 我想这点是非常大的一个关键 那我们今天要讲美颜 大家从川普这件事开始讲 那川普呢 是什么样的一个意思 川普代表什么呢 其实川普他就是川普 川普就是川普 他没有什么 我们从川普那个名字来看 就知道他未来这些人要做什么事情 川普的中心事实际上非常简单 就在TER UNP的中间 United States First 美国的利益优先 所以说美元会走强 跟这个美国的一个利益优先是相连结在一起的 那怎么样让这个美国的这个利益能够优先呢 它有几个策略 其中呢 对内的策略里面最重要 那就是怎么样提升它内部的一个内需 那它提出了几个比较重要的工具 那我们可以看到减税那是一个非常重要 所以T代表就是一个减税 大规模的一个减税 包括对人 对企业的减税 他说来把这个企业的所得税 从35%以下降到15% 台湾那个企业的所得税是多少 17%而已 它将到15% 比台湾还在低 那你说钱会不会往美国留 当然会吧 企业的金正利会不会上来 一定会上来 另外一个点要做什么事情呢 所谓的relief relief是什么东西呢 松绑一切的一些法规的一些限制 让这个本来从这个进入海啸结束之后 这个政府法规就是持续的一个紧缩 把这个企业的这些 这个的一些盘性 全部都给绑死了 现在川普一上来之后 就要做这件事情 松绑所有的法规 这些法规呢 最重要的一部分 在金融业的部分 是占了相当大的比例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川普一当选之后 金融股几乎是喷出 涨幅非常地一个大 不管是台湾美国 几乎是全面的一个上涨 另外一个部分在什么地方呢 当然就是在能源业的部分 那我们都知道 共和党跟这个能源业之间的关系 其实非常密切 所以从这一点回来看的话 这些相关法规的松绑 受惠最大的产业 我相信应该一个就是能源 一个就是金融业 那对外的部分 我们刚刚提到的那两个点 基本上是对内的部分 一个就是降税来提升竞争力 另外一个就是 法规的松绑来提升企业的一些弹性 对外的部分呢 就是要争取它的一个 美国企业的一个生存的空间 那有两个手段 基本上都是棍子的手段 那我们都知道 共和党最大的特色是什么东西 后面有非常多的军工产业 所以怎么样 让这些军工产业可以活下来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那我们回去想讲看 雷根时期 小布希时期的 两阶段的共和党执政 都一个很大的一个特色 就是国防相关的支出 比重非常高 在雷根执政时期的时候 美国的一个军事支出 所以国防相关产业的支出 占政府总支出比重 高达26% 小布希执政时期 也高达21%左右 我们回头回来 看看欧巴马执政8年的过程当中 这个比重降得非常低 从21%执政8年之后 掉到现在只值那16% 掉了5% 5%多少钱 大家知道吗 美国目前一年运算 大概是4兆美金左右 那你把它乘以5% 你就知道 在短短的8年之内 这个国防的这个势力 它能够运用的资源 其实降得非常多 那可想而知的未来 这个川普一上来之后 想必会讨好 这个在目前在这个 参重两月执政的共和党 想尽办法让这个国防的一个支出 上来之后 取得它在其他方面 法案上的一个支持 所以这一点上来讲 我想大概是非常可能会去做的 另外一点 怎么样在取得海外的资源呢 我想这个保护主义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手段 它不是真的要做保护主义 它是把这个保护主义 当作它的未来 跟各个国家谈判的一个筹码 所以说从对内跟对外 这样的一个手段上来讲 都会让美国的一个利益 美国的经济成长率呢 能够再次一个加速 所以我们从它的一个 整个战略上来讲 川普可不是随便讲讲的 从它的一个策略来看 其实它是有步骤的 一个当初 对7的减罪 刺激资本资出 接下来制造业开始 回到美国 创造就会机会 第三阶段呢 创造就会机会 创造这些生产之后呢 谁来消费呢 如果美国人不消费之后 当时海外人家 要帮美国人去消费嘛 对不对 那这样的手段的话 它就必须采取一些 保护主义的手段 来打开其他市场 打开其他市场 一个消费力道 那进而让美国的一个产品 能够在国外市场 能够大量的一个退展 那这样的退展过程当中 形成一个比较正向的循环之后 税数才会上海 才有办法去弥补它的赤字上的缺口 之后呢 才有办法来进行它 跟大家提到 就是它增加一些国防支出 跟它的所谓的基础建设 10年加5000亿相关的支出的部分 最重目的呢 是把美国目前的经济长率 从大概1.6%不到 提高到4% 4%看起来其实是 美国已经非常久没有出现 这么高的一个经济成长率了 那我们从过去大概 三四十年来 美国的经济成长率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红色的出档图 是美国经济成长率的部分 那灰色的出档图 是美国的一个 投资的成长的一个强度 那可以看到一件事 就是说美国过去 什么时候出现过 连续性的一个 4%的成长 大家可以看到 就在这个80年的一个初期 一直到这个 这个克林顿执政的一个 后期的时候 曾经出现连续性的一个 4%的成长 那到一个非常大的特色 是什么东西呢 资本支出的成长率非常高 都超过7到8% 而且是连续性的一个成长 所以说刚刚我们刚提到说 川普的这些政策 所有政策目的 非常简单 就是怎么样刺激企业投资 怎么样的情况 让这个企业运到美国投资 就是他为了要做的一个 最大的一个工作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 过去这一年多来 美国经常率 今年运故当时有1.65% 大家可以看到灰色的这张图 这个资本支出的部分 成长率几乎只有0% 很重要一个点就是 企业不投资 所以怎么样把这些部分 抹起来 我想大概是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工作 所以基本上他推了 非常多的政策 基本上就是要刺激 美国的景气 刺激美国的一个资本支出上来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 所以从上述的一些 川普政策来看 基本上我想大概 投资美国大概就是未来2到3年 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川普不是只有今天当选而已 他接下来 他2017、18过完之后 马上就要接受 这个其中选举的一个检验 能不能够持续的在 完全直接 我想大概这两年的 政策的一个执行的一个效能 这变得非常重要 那大家都在提到说 今天晚上Fed会做什么事 如果说以我们刚刚看到的这些 他的一些政策 已经把这个市场 比较正面的预期 已经提升上来 那是不是会转换成 真正的动能 跟真正的通膨提升 我想大概是 今天晚上Fed 会去仔细考量的部分 但我觉得Fed可能还不会那么快动 所以说大家 所以说我们现在 从这个市场的一个预测来看的话 大概将近九成左右都认为 今天晚上大概就会升息一次 会把目前的利率 大概0.25到0.05% 会提高到 0.5到0.75这个续间 然后呢市场大概也 大概预测就是说 川普上来之后呢 政策比较积极的一个状况 明年可能会再升息一次 在6月份 然后年底的时候 还会再升息第二次 那是不是这个升息的速度会加快呢 我们讲今天晚上 当时一番两分 那我昨天看了 这个彭博一位报道 就是说 我们与其看这个Fed 今天晚上来讲什么话 还不如看看 就是说Fed的这个声明 发表出来之后 川普在推特上 有什么样的反应 这可能更代表 就是说 川普对Fed的后面的想法是什么 如果说这个Fed 讲话温温的 川普马上就打他一枪 就是说 你这个不照顾一般人 然后利息生这么慢 等等等等的话 那我们就知道 就是说这个Fed 可能在下一次的会议上来讲 恐怕就会改变了 所以说 与其看今天晚上的Fed 还不只看 看就是说Fed的声明出来之后 推特上面 川普到底讲什么话 这是更重要的 那以上我们大概是 从这个美国的角度回来看 就是说 美元大概看起来 在未来一到两年应该是持续的走起来 可是我们都知道 汇率当然是两方面的事情 美国本身 如果说其他市场也是相当的亮眼的话 恐怕会消弱这个美元的一个成长的动能 可是现在的欧洲 日本跟中国的状况 是不是有办法跟这个美国来相对抗 那我们认为其实 目前的环境上来讲 这三个地区恐怕都面临一些问题 没有办法跟这个美元来相对抗 所以说美元持续的强劲这样的一个政策的工具 未来一到两年看起来 是不是会持续的一个走强的一个情况 其中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欧元区的状况 这是欧元区的一个短期利率 跟基准利率的一个轴势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基准利率就躺平在零 三个月的这个欧元的财款利率 都已经跌到这个零以下 就是所谓的负利率 到目前为止 美元利率都已经升一次 今天晚上要升第二次了 也没有把它带上了一个迹象 如果说从这个资金流向上来看的话 这个欧洲跟这个美国立场 持续的负利财业持续扩大 已经把这个欧元压到非常跌水 所以一般预期如果说 这个ECB的一个政策不转向来看的话 这个欧元支早要跌到这个1比1的停价的一个价位 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我们都知道就是说 明年欧洲有相当多一个选举的议题 政治上的分爪会持续的一个 干扰到这个经济的一个运行 所以说其实在上礼拜ECB已经先投降 把这个购债计划本来明年三月要到期的部分 已经把它延长到这个明年底 那更进一步讲就是说 这个负利率恐怕会延续到2018年 不会那么快结束 那如果说FED接下来会缓步的升息 ECB这个负利率会执行到2018年 甚至进一步调向利率的话 从这个角度来看 ECB的一个政策其实非常简单 就是说我就是跟美元的政策是分道扬标 所以光从这点回来看 利差的角度回来看 这个欧元长期走势来看的话 它就成为支撑美元往上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支撑 另外一点我们来看这个日本的部分 当然美元指数里面第二大成分的一个指数 当然就是日元的部分 那刚刚这个县市长也提到这个说安倍见的第一个人是谁 川普见的第一个人是谁 就是安倍吗 当选美景间马上就飞到这个纽约去见了川普 那川普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政策是什么 退出TPP 对不对 退出TPP之后 那川普在亚洲的一个情报实力 影响力不就会消失了吗 对不对 那这点其实对这个重返亚洲的一个欧巴马的一个政策上来讲 似乎是一个转向的一个情况 可是呢 大家有没有听到一个讯息的 这个安倍有意接手这个TPP来主导他 其实这个后面其实非常深的含义 就像刚刚谢先生我们提到就是说 如果说川普本身不介入亚洲 而是扶植这个日本来成为这个美国在亚洲的代理人的话 那其实这是非常有可能的事情 如果说以这样的情况回来看的话 这个接下来的日元要怎么走 其实是非常有意思 现在的情况日币是大陆的点子 那反映的是一个利差的一个走势 但是如果说他真的要接手这个美国在亚洲的一个地位 来吸纳这个相关的一些产品的一个出口或是需求的话 那么日币的走势说不定要转过头回来看 它说不定会变成一个生殖的角度 成为一个消费进口的一个国家 来吸纳这个亚洲地区 而成为它的一个美国的代理 那日本有没有这样的能量 这可能是我们要去考量的 那如果说以日本的一个经流上来看 其实它本身的一个资金流其实是非常的充裕 所以说这样的情况只是看它对有没有这样的企图性而已 所以说以这样的角度回来看 其实日币其实它的走势未来是相当的一个动荡 那最后来谈一下中国的部分 那这个是中国人民币的走势跟这个资金流的状况 那刚刚谢社长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点 就是说中国对这个外商的态度 其实相当不友善的 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点 那其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变化 那大家来看一下这个是FDI的部分 就是外商到中国去投资的金额部分 大家可以看到 那金融海啸之后 其实外商还是不断的 大量的往这个中国市场去做直接投资 盖工厂等等 一季流进去的金额其实超过750亿美金以上 但是大家能看到 今年以来 这个金额降得非常快 从一季平均超过700亿美金 目前大概跌到不到250亿美金 这外商其实大量从中国再撤出 这也是造成我们进行看到中国的人民币的贬值 中国的产业动能 看起来不太强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除了这一部分的影响之外 还有一个什么东西呢 那大家来看一下灰色的注重 这什么东西呢 Under Investment就是所谓的热钱套利的部分 之前大家认识做什么 因为会升值利息相对比较高 中国的利息比美国来得高 所以很多人到中国做什么 套这个双绿的一个会上涨 跟利差的部分的一个利润 可是情况目前在很明显在反转 人民币已经变得贬值了 中国的利率已经不再像过去那么高了 而且还有很多是一个有导账风险的状况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说 热钱在逃离中国的状况其实非常明显 那以今年第三季来看 光一季就跑掉了100个Billion美元 也就是算起来就是1000亿美金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说 过去这两年多以来 中国的外商已经从大概3.99兆 目前大概跌到3兆了 跑掉大概将近四分之一 情势非常明显 是一个逆转的一个轴势 那如果从这个长天期的一个 这个人民币的 那个物本兼黄汇交易来看 进展很大的预测 两年之后 24个月之后 人民币恐怕会扁到7.4 趋势很明显是一个向上扁值的一个情况 所以说重商的一个情况来看 不管从美国的内部 还是从这个外部因素来看 美元的强势恐怕会在未来一到两年后 会持续的一个进行 那我们刚刚提到的就是说 是整个大环境来看 其实对美元来讲其实是非常有利 那我们从历史的一个循环来看 其实也非常有意思 这是美元大概近35年的一个轴势 这个是美国的一个 它的一个整体的一个 它的一个财政的一个收支的状况 如果说我们接下来看到就是说 川普的政策是这么有利的话 那对美元的长期走势来说 基本上是一个比较正面的情况 但是如果说川普现在要达到一些政策的目标 比方说让美国的景气达到高峰 让这些不公平的贸易的一个状况 解除之后 美元有没有可能会从高点反转下来 如果哪些因素会在川普想要达到 他的政策的一个目标之后 让他的经济成长动能达到高峰之后 有没有什么东西会造成一个美元指数的反转 也就是说当他想要做的事情到了之后 哪些议题会变成开始反噬美元一个非常重要因素 让我们提出两个点 可能是未来美元达到高峰之后会反转 你必须要观察两个点 到时候这两个议题有可能会变成一个非常重要的 让美元走弱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 第一个就是美元的一个 它的一个财政赤字的一个状况 让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是美国长期的一个财政的一个收支状况 长期来看我们可以看到 美国基本上大概就是一个赤字非常严重的国家 尤其是这个金融海啸过后 它这个赤字其实扩张得非常快 那假设我们把它换成 占这个GDP的比重来看的话 过去大概低点的话大概30% 目前大概已经爬升到105%左右 也就是如果说我们从这个赤字的角度回来看的话 美元到底有没有本市持续的走高 看起来其实有非常大的压力 对不对 因为基本上它没有本市去 它只要一开始大幅减税 那如果说以它把这个系列的所得税 从35%降到15% 甚至是把这个富人税 从目前的390.6% 要降到33% 这个降股一降下来之后 我们估计它一年的一个财政赤字 可能会增加3000亿左右 那目前一年大概建立5000亿 一下就够增60% 这样还有办法支撑美元续强吗 这点可能是 等到它的一个政策达到它想要的目的之后 接下来它把美元炒作 从高点下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 这个转折的变化 另外一点我们回头回来看 美国目前的一个 劳动力的生产力状况 其实它的一个状况 其实也是慢慢的恶化 那从它的一个劳动餐饮率跟人口的一个 劳工人口的一个平均年限来看 其实都是呈现一个老化 一个是餐饮率下降的情况 另外来看到它的一个生产力状况 其实也是一个 成长虚缓的一个状况 所以说以这样的情势来看的话 美国的成长动力 其实确实都是在下滑 那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之下 如果说联准会升级过快的一个情况的话 其实反而会这样造成 美国的经济的一个动能 其实会呈现一个下行的一个情势 所以说整体回头回来看美元的走势的话 除了我们刚刚提到的 这么多利多艺术之外 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观察点当中就在 就是说 川普想要达到它的一个政策目标 比方说更公平的一个贸易 让我们之间会有这样的一个状态 达到它想要的一个政策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施政的一个目标之后 接下来的情况恐怕就会有一个反转的趋势出来 那我们从这个长期的美元走势回来看 大概会得到这样的结论 大家来看一下 大概可以看到美国四次的政党轮替的一个走势 跟美元的一个走势 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 大家可以看到 80年代的时候 共和党执政了12年 美元是开高之后 大幅的走势回到远边甚至是创新地 那接下来看一下 这个是小布希执政的时期 美元的情况有一点点类似 先走高一年多之后 大幅的走势还创立时新地 这是非常有意思的循环 那这次共和党执政 会不会又重复这样子的循环呢 美元在走高之后 等到它的一个政策 想要做的部分达到它想要的目标之后 美元从这个高年又开始反断下来 那这个有几个观察点 大家可以去仔细地等待 那包括什么东西呢 它就职之后 就职半年之后 是不是真的 如它讲的这样的一个 套的政策会出来 那这个外部因素的部分呢 今年中国的年终左右 十九大的一个人事的布局 那习的一个权力是不是稳固 那接下来它是有足够能量 去跟美国对抗 这个大概是接下来观察点 那这一张欧元的部分的话 当然就是看这个九月十月的 德国大选的一些 它的一个状况 这个美克能够顺利的一个四连任 所以以上来看 我们认为说美元 大概在未来半年 至少半年大概会是一些强势 那接下来情况 当然就看这个川普的一个政策态度 跟他的一个政策是不是已经达到 他想要的一个目标 一旦达到之后 那么美严 当然就打他高空会开始反转 那以上是我们今天的报告 谢谢大家